二嫂 我記得你也是個大學畢業生 還是個高材生 都已經念了這麼多的書 你怎麼會甘心放棄所學 像個男人配件一樣 當個家庭主婦 對不起 我講話太直接了 但我就是搞不懂 為什麼男人在工作上表現很優異 就是會被稱讚 但我們女人很能幹 卻叫我反省 這不公平 我當然也有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但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是男人的配件 或者是個家庭主婦 我現在也在做人生很重要的事情啊 我的工作就是陪我的孩子長大 當我先生的避免港 我就沒有你做個好女人的脾氣了 我一點都不喜歡當人家的太太 更不要說有一天我要當人家的媽媽 我正常很不正常 你怎麼會這樣子想 哪有什麼正常不正常 世界上千千萬萬的人 每一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這沒有對錯啊 那為什麼會 大家都叫我反省 我好不容易大學畢業 我媽就叫我趕快結婚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當人家媳婦 規矩這麼多 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每個人都要檢討我 每個人都有話要說 高興的時候就說 你工作能力強讓我很有面子 不高興的時候就說 你眼裡只有工作沒有家庭 我真的沒有辦法把公司的事情處理好 我還要陪公婆看電視 我無名利就只有一個 我一天就二十四小時 你把我切開了也不夠用啊 你不要這樣想 不要把自己壓力搞那麼大好不好 但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工作 我喜歡跟公司 一起突破一個又一個的難關 我知道我是一個小職員 但我真的覺得情形的成敗 跟我是息息相關 尤其是在總經理手下做事 我不只覺得我在幫公司賺錢 我在幫這個社會做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 這就是我人生的價值 為什麼他們就是聽不懂